风声雨声 读书声 故事天天在发声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华正说故事 确实跟文物有关系 当然不是去抢 而是机缘巧合 从闹市区的脚底下挖出来的 闹市工地经现古代沉船 驾直连城的原青花 举世罕见的石罗汉 接着就是一件符合的罗汉 两件罗汉挨着的 还有青瓷的斩脱 白玉的鼻戏 雕花的大盘 只让专家惊呼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内陆城市的地下 古船怎么会离奇沉默 六百年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进去看天下故事会之 闹市下的古沉船之谜 咱们今天说的这件事情 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 山东合泽 最繁华的闹市区 一处大型商场的工地上 建筑工人正在忙碌着呢 按照计划 这里要建起一座地标式的摩天大楼 眼下大楼的地基呀 已经挖出了一个深坑 不巧那天晚上下了一场特大暴雨 刚刚挖的坑里面是填满了水 于是工人们就找来抽水机 张罗着往外抽水 可是谁也没想到 眼看着大坑就要见底了 突然有人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从外形看这似乎是个陶瓶 它的旁边好像还倒扣着一个瓦罐子 难道这是挖出古董了吗 一听到消息 工人们呼拉一下全无一阵来 大家都很好奇呀 这一扎堆七嘴八舌就开始议论了 说啥的都有 有人说呀 这没准是一个古墓 说不定还有宝贝呢 于是大家就开始往下深挖 陆陆续续又有几块瓦片被掏出来 这个时候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突然有一位工人的手碰到一样东西 在一块木头板子下方的淤泥里 居然藏着一个花纹奇特的大罐子 看来这地底下还真是有名堂啊 就在这个时候 听说这里挖出了宝贝 这周围的人们都赶过来凑热闹 大家都想看看这地底下 到底埋了什么宝贝 人是越凑越多 场面一度失控啊 这不失控的负责人赶紧就报了警 警察赶到了现场 封锁了整个工地 随后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进入了现场 事情说到这儿 需要说一个人了 林乔这位 他叫马静 是何泽市文物处的一位年轻的专家 那天他也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工作人员 凭借着经验 开始马静觉得这是一个古墓 可是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 马静意识到 事情跟他们最初的想象差得很远 这话怎么说呢 原来一般古墓都是砖石结构 马静他们在现场清理了几个钟头之后 却连一块砖头都没找着啊 更奇怪的是 砖头没找到 他们居然在图上很多的木板 这些木板短的是两米 长的达到了三四米 而且他们就像鱼鳞一样 相互叠加在一起 马静看着这东西 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难道这是一条船吗 不过这想法很快就打消了 因为河泽呀 是一个内陆城市 咱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河泽市的地理位置图 这河泽可是位于山东省的最西部了 距离海岸线那是远着呢 就是离黄河也有一段距离啊 那么在河泽的闹市区的地下 怎么会有一艘船出现呢 马静都觉得自己这想法 简直很可笑啊 就说话这功夫 马静在这挖掘现场 居然发现了一件很奇特的东西 出了一个船上面的尾杆 就是那个 应该是船上面的舵也的一个杆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条沉船 这还真就是一条船 这也太费一所思了 一座城市的地下居然埋着一条船 这船是怎么开进来的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呢 几天之后 整条船被彻底地清理出来了 这艘船的船体长达21米 相当于两辆公交车的长度 宽度达到了5米 可以横着放下一辆小轿车 除去船头船尾 这艘船共分为10个船舱 每个船舱的宽度 都在1米3到1米8之间 就是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这船也算是一艘大船啊 很快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 专家们发现 之前的发现呢 那还只是冰山一角 原来这不仅仅是一艘船 而且还是一艘 载了宝贝的船 这不 有人在古船的周围啊 发现了很多的钱币 马靖清理船的时候 突然 一个红色的物件 从土里漏出 是趴在那地方放着的 我第一眼看见它的是背部 只是感觉是一块红色的东西 因为在泥土里面 这是什么东西呢 马靖小心翼翼地擦去了表面的沙土 把这个物件翻了过来 一个罗汉露了出来 这是一尊用寿山石雕的罗汉啊 实质细腻手感温润 而在罗汉的身下 还摁着一条恶龙 马靖一下子又认出来 这是传说中的降龙罗汉 更让马靖惊奇的是 当他把降龙罗汉 从土里取出来之后发现 他下头还有一个呢 接着就是一件伏虎的罗汉 两件罗汉挨着 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好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呀 现场的欢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有人陆续从船舱里头找到了 青瓷的斩脱 白玉的鼻戏 雕花的盘 还有人发现了毕松石的耳坠 而马靖的运气 在发现两尊罗汉之后 他又发现了一个瓶子 对于专业的考古人员来说 以他们的知识和眼光 一下子就能判断 无论是之前的罗汉 还有后来发现的这些瓷器玉器 那都是哪一件的好东西呀 就咱们不懂行的普通人 看着都觉得很漂亮 估计您跟我一样 这心理呀盘算了 好家伙 这么多宝贝 那得值多少钱呢 别急 马靖接下来 在这一盘中发现的东西 简直是让现场的文物专家们 开了眼哪 最先出来的时候 是肩部的一块留白 然后当时也不知道 是一件瓷器 所以就开始用那个手呀 一点一点地往外扒那个水 慢慢地就露出了 在那个留白的地方嘛 有一点青涩的东西 当时就想 哦 可能是青花 这是一个高约42.5厘米的青花瓷瓶 气形硕大 要一个成年人才能抱得过来 瓶身线条圆润 以梅花图案为主 专家介绍说 这种瓷瓶 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龙纹梅瓶 瓶身上除了梅花之外 还有精致的龙纹 虽然这个瓶子不知道在地底下埋了多少年 但是当他出土的那一瞬间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经验 此刻我都禁不住要吟诗了 色流香 青苔素描 漫浮衔 漫浮衔 岁月浮华 一梦千年 美 美呀 可能大伙觉得我太陶醉了 这能不陶醉吗 那是青花瓷啊 在这儿我得好好跟您说说这青花瓷 估计很多人都只是听说过 这个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 那恐怕您还真不知道这种瓷器的价值 民间流传这么一句话 叫青花瓷700年流行 自打青花出现之后呢 什么青瓷白瓷那都不算了 在历代的青花瓷当中 以元代的青花瓷最为珍贵 那这个青花瓷究竟是哪个年代的呢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还是先来说说马静 这不 没一会儿的功夫 马静居然又挖出两件东西 您瞧 一个叫高祖碗 一个是炉燕文盘 那些都是青花瓷 这个时候 就是再淡定的人都忍不住了 心里砰砰直跳啊 哎呀 要我说 马静 你那是什么手啊 来一件青花瓷 又来一件青花瓷 好嘛 这一个就是三件套啊 就您那院间 您该去买彩画 接下来 这一批刚出土的文物 被送到了权威机构进行评估 而马静和他的同事们被留了下来 接下来 他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疑惑 这艘船到底是什么时候沉的 他又怎么会跑到闹市区来呢 闹市工地古代沉船 一个埋藏了百年的秘密 神秘人物 能否揭开古沉船的神秘面纱 掩埋在黄土之下的 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迷雾 借请收看天下故事会之 闹市下的古沉船之后 刚才我们说到一处闹市区的工地上 居然出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 而船上出土各类文物 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不过在将这些文物送到 专门的机构进行鉴定之后呢 人们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 这艘神秘的沉船上 它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的沉船呢 作为一条沉船 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在河床里被发现 而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闹市区呢 考古队员的目光 先瞄准了这条大船的本身 能不能通过这条船的风格 还有造船的手法 推断出它是哪个朝代的呢 想到这儿 有人突发奇想 想出了一主意 要问船的风格 造船的手法 那只能找船工去了解 这不 他们跑到黄河边 找到了一位老船工 新师傅 新师傅造船已经四十多年了 而且他家祖上都是干这行的 新师傅的爸爸 他的爷爷 他爷爷的爷爷 都是干这个的 说起造船 他们家的当地很是出名的 果然到了现场之后 老师傅露一小手 就把大家给震住了 在此之前 为了便于考古工作 考古队员们 把这个船体的舱 分别编了号 从一到十 结果新师傅一来 只看了两眼 就说出了一番闻道 这一号舱和二号舱 是船员们休息的地方 让人吃惊的是 在这两个船舱里面 出土的 确实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像什么酒壶啊 柴子啊等等 而三号到七号船舱 新师傅很肯定的说 那都是货舱 实际上 之前大家伙发现的 各种文物 绝大部分 都是从这几个船舱里 出土的 还有九号舱 新师傅说 这是吃饭的地方 那是个饭厅 旁边的十号舱 是厨房 而在这两个舱里头 大家果然发现了 日常用品 包括吹具什么的 还有十号舱的后部 是供奉神位的地方 对呀 那罗汉 不就是在这儿找到了吗 真是太神了 要说新师傅之前呢 从来没有来过发掘现场 他怎么会知道各个船舱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看着所有人 目瞪口呆的神情 老先生乐了 他说 这没有什么神奇的呀 虽然别的道理 咱们不懂 但是船舱究竟应该怎么布局 船应该怎么设计 这些都是水上的规矩 多少年 这都是不会轻易去改变的 当初什么样 那现在还得什么样 一听这话 所有人眼睛都亮了 既然老先生对船这么熟悉 那他也应该能看出来 这条船是什么时候造的吧 没想到 一听这话 老先生苦笑了起来 怎么说呢 这事坏就坏在 不会轻易去改上面 千百年来 什么都在进步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都变得不同了 可是唯独这船呢 没怎么变了 无论是宋朝的船 还是明朝的船 长相都差不多 细节上虽然有区别 光看外形 恐怕谁都搭不上来 这船究竟是什么时候 这下麻烦了 看着眼前这艘 迷一样的大船 就没有人能够揭开它 神秘的面 这个时候 有人又出了一个主意 咱们之前我们提到过 在对船进行清理的时候 不是曾经发现过一批钱币吗 有人说了 能不能从这些钱 着手 去找线索呢 专家拿来了这些钱币 您别说 这些钱币啊 很是有意思 年份跨度非常大 有汉代的五珠钱 唐代的开元铜宝 北周的五行大步 还有北宋和南宋时期的一些铜钱 怎么会有这么多种类呢 难道说这艘船的主人 有收藏钱币的爱好吗 这些钱都是他收藏的 考虑到这些钱币当中 最晚出现的在宋代 是南宋的纯西元宝 而且这艘船上 宋代的钱币占了大多数 在他之后 什么元代明代清代的货币 再也没有出现过 有人就说了 那这应该是一条宋代的沉船 不过很快就有人 否定了这种说法 原来在古代 历朝历代的钱是可以混用的 根本不会拿出来的钱 是哪一年的 就这么给您打个比方吧 一个唐朝的人 拿着汉朝的钱去买东西 人家照收 只要你给他这数目对就行了 如此看来 要通过钱币判断大船的年代 似乎不可行啊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重磅的消息传来了 古船上发现的那批文物 尤其是那些瓷器 在送到专门的机构 鉴定之后得出结论 这些瓷器中 大多数都是宋朝时期的 比方说这个斩托 是出自军窑 大盘出自于龙泉窑 那个最早被发现的瓷罐子 出自瓷州窑 这些可都是当时 那个时期的名窑啊 在今天如果他们放到市场上去 每一个价值都在几十万元以上 这听着已经够刺激了吧 不过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还记得马进挖出来那三件青花瓷吗 专家给出了结论 他们可是青花瓷极品中的极品 正宗的原青花瓷 这原青花瓷意味着什么呢 给您举个例子 您就能明白它真正的价值 2025年的7月 在伦敦加士德拍卖会上 曾经出现过一件特殊的拍品 这是一件名为 鬼谷子下山大罐的原青花 就这么一个罐子 您知道拍了多少钱吗 1568万英镑 按照当时那汇率 折合成人民币 那就是2.3个亿呀 如果折成黄金 那就是两吨呢 一个瓷罐子就等于两吨黄金 您就可以想象原青花的价值了吧 据说那两件小的青花瓷器 高足碗和卢燕文盘 您别看它破准了 那都能值个上百万 那件最大的龙文梅瓶 那得值多少钱呢 不过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要问 说历朝历代都有青花 这明代也有 青代也有 为什么这个原青花 就特别值钱呢 说到底呀 就一个字 少 这个村市量大约有四百件左右吧 国内呢 大约有二百件左右吧 在国内这二百件左右的 这个漆物中 漆景片 也是烧之又烧 所以本庄 物以稀为贵的这个 这种手法吧 没错 物以稀为贵 专家介绍说 由于原青花的工艺比较复杂 对于各方面的要求啊 比较高 在少数大型的官窑 才有烧制原青花的能力 而民间的小窑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可是官窑 又受到严格的管制 每年只允许烧制 少量的精品瓷器 那说白了 就是限量版 加上瓷器本身就不容易保存 因此流传至今的 原青花瓷器 少之又少啊 古尘船上发现原青花 真是考古界的一大兴盛 而专家们综合分析了船上 所有的文物 他们发现 只有这三件 原青花瓷的年代最晚 因此根据这个信息 以及考古现场的 地层探测 考古学家们最终得出了结论 这是一艘 原代的古尘船 不过这就让人不禁要问了 这艘载满宝贝的船 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它又为什么能够出现在 何则 这个地方呢 沉睡六百年的古老沉船 为何现身闹事的中心 难道这地下 还埋藏着什么 不可知的秘密 六百年前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船体沉没 六百年后 又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它再次展露世间 天下故事会知 闹市下的古尘船之谜 正在不出 闹市区下的古尘船 带给人们重重的迷雾 山东河泽 一座标准的内陆城市 也没有大江大河经过 一艘满载宝物的原代大船 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 考古人员们 终于理出了一个思维 虽然河泽现在没什么水 但是按照古书上的记载 过去这河泽呀 是有水的 它地名中那个泽 指的就是这里 从今的一个大湖 叫雷泽 历史上 河泽的水系纵横交错 十分发达 如今 河泽有条河 叫赵王河 看起来不起眼 可是在宋代的典籍上 却有所记载 所谓的赵王河呢 在宋代 也就叫五丈狗 或者五丈鹤 这是一条任公河 就是当时宋朝的时候呢 为了这个和这个大运河沟通 要任公瓦一条这个曹运河 就是月亮 这样呢就是说 有一条河岛 把这个凯峰 和这个东北的大运河 能够连通 而赵王河的命中也有一个来历 相传啊 北宋灭亡的时候 康王赵构从这里逃跑 情急之下 一提马就越过了湍急的水流 到了队岸 后来赵构建立了 成了宋高宗 这里也就改名成了赵王河 而这条赵王河在历史上 还因为地质原因 经历了 据专家考证 现存的这条赵王河 叫元带 已经向西偏离了两公里 而原来的河道 已经慢慢变成了冲击平原 而发掘出这条古城船的建筑工地 恰恰就是在赵王河的原来的河道上 那么这艘古船 它为什么会沉没呢 一开始在这个船的这个左侧 发现一块 一个像类似沙洲的东西 但是我们请一些这个 高基地的专家过来看 他因为当时这个地方 应该存在一个沙洲 那船撞到沙洲搁浅以后呢 这个水流把沙洲旁边的沙 冲击以后 这个船沉没了 不过这个推测 很快被专家自己给推翻了 因为如果船是跟沙洲发生了碰撞 搁浅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才慢慢沉没的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搬走 这些贵重的瓷器呢 于是工作人员呢 又回到了黄河岸边 请回了那位老船工新师傅 经过新师傅和几位省里的专家 反复的推敲 得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 沙洲的原因呢 还是应该是因为撞击而形成的 那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证据 就是在这个船的中部和后部呢 当时撞击就出现了漏洞 因为我们这个发掘的时间 在这个洞的外边 也发现一些这个 像瓷器啦 铜器啦 这一类遗物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船装机以后 就有洞 就把这些东西 这个漏洞圈的外边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事物 专家分析说 600年前的某一天 这条船 满载着各种贵重的瓷器 其他的货物 正在赵王河上行驶呢 突然 它和另外一只船 发生了碰撞 船体开始进水 船身开始倾斜下沉 船上的人开始纷纷逃命 至于那些名贵的瓷器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去管它了 逃命要紧了 人们逃走之后 这条船 已经沉没在了安静的水底 再后来 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 曾经的大河 变成了冲击平原 又变成了市中心 车来车往 热闹繁华 可是行走在上面的人们 也不知道 就在他们的脚下 泥土的深处 居然安安静静的 一艘价值连城的大船呢 事情说到这儿 还有一个疑问 既然这艘船早就在这儿了 那原先都盖过房子 为什么人们之前 就没发现它呢 对此 专家解释说 这又是一个巧合 没错 过去啊 这是盖过房子 但是盖的都是些比较矮的房子 地基浅 而这个沉船 距离地面 有五米之深 而这次地基 其实它也不够深 距离沉船 还是差了那么一丁点 但是 事情奇就奇在 这老爷好像非得把这个秘密揭开一样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突然就来了一场大雨 就是这场雨 冲刷掉了掩盖秘密的最后一层泥土 露出了坑底的瓦罐 这才让这艘沉睡了六百多年的古沉船 最终是重见天日 对了 后来专家还一阵子后怕呢 据说当时在工地上的那个基坑里头啊 埋了不少水泥桩子 其中有一根 距离发现那个圆青花的船舱 只有一米多一点 你想想 都觉得万幸 要是这柱子当时偏大一点 我们看到的恐怕就是一堆碎片了 如今沉船以及沉船上挖掘出来的文物 都已经在博物馆里收藏起来 供人们前来参观 六百多年前的一次意外的沉船事故 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可是六百年之后呢 给人们带来了珍贵的圆青花 也呈现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看着那些骰子 沉船